从小米宣布进军高端市场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两年时间 小米12系列作为在此之后的第三个作品 似乎已经在这条道上有人有余了 但回顾这两年 米歪的口碑下滑和高通芯片的频频翻车 也给本该光明的道路蒙上了一层阴影 那么小米的高端之路走到现在 真的成功了吗 本期视频让我们回到两年前 小米刚开始进军高端 米歪口碑还未崩塌 看看小米决定冲击高端之后的第一款产品 小米10 Pro 或许从中我们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 哈喽大家好我是HK 欢迎收看本期的宣伤过后 如果只看正面 小米10 Pro这个左侧挖孔 加上双曲面的设计 即便放在今天的一众机型中 也不会觉得过时 加上这块屏幕的素质在当时也很不错 所以即便是两年过去了 再来看它 显示效果依旧不落下混 同时这也是一块最高支持90赫兹的高刷屏 放到现在120赫兹的大背景下 确实会略显不足 但90赫兹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甜蜜点 90赫兹要比60赫兹明显流畅很多 要比120赫兹更加省电 和120赫兹的差距也没有那么明显 那小米这个90赫兹的高刷 具体表现如何呢? 常用的15款软件中 小米10 Pro主要在视频软件和地图类APP中 出现了锁真的情况 比较有趣的是 小米10 Pro在今年各家都放开的B站里是锁真的 但是在爱奇艺里就是不锁真的 有点奇怪 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个高刷表现还算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锁真的也基本是大家都锁真的应用 不过B站锁真的放在今天确实会比较遗憾 而且毕竟最高刷新率是90赫兹 我觉得小米应该得放开一些 和小米12 Pro这个可以强制开启全局120赫兹比起来 小米10 Pro的选择也确实会少一些 这个90赫兹模式基本就是现在智能模式的水准 对于部分极客用户来说 它确实还不够优秀 正如前面所说 它比60赫兹流畅 又比120赫兹省电 我还是比较期待小米在后世的更新中 开放更多应用的90赫兹 至少B站这个90赫兹不过分吧 翻到背面 外观上唯一会让人觉得不属于今年的 或许就只有背部这个感叹号设计的镜头模组了 今年的手机在正面没有明显辨识度的情况下 各家都开始在背部摄像头的设计上做得越来越夸张 矩阵设计层出不穷 甚至越来越多的手机开始使用面积夸张的模组 就是为了提升辨识度 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 回看小米10 Pro的摄像头模组 会觉得 甚至有一些小清新的感觉 当然小米10 Pro的感叹号也有一个很难受的问题 就是模组过于靠下 所以正常握持的时候 你经常会一个手指头就把摄像头给挡住了 尤其这还是一颗超光角镜头 几乎每次切到超光角模式的时候都需要挪一下手指 但是除此之外 不得不说 小米10 Pro的摄像头配置 在如今大家都取消长焦的时间点 看起来 竟然有些豪华 一颗像素主摄 10倍混合光面长焦 人像 超光角 该有的都有 我们也用小米10 Pro拍了一些样张 和小米12 Pro做了一下对比 大家感受一下就好 不得不说 这个一颗像素在解析力方面确实要更好 而且毕竟是有长焦镜头的 在长焦表现上要更好一些 但是在拍照体验这方面 小米12 Pro就有明显的优势了 我在小米12 Pro那期视频也说过 它真的是秒成天 不激活HDR的情况下 基本上就是按下快门就出片 哪怕是激活了自动HDR 也只是有稍微的延迟 但是在小米10 Pro上就要更慢一些了 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延迟 如果使用一像素模式的话 这个延迟会更加明显一些 但是这个延迟确实也没有那么影响使用 毕竟还没有到转圈的程度 而在其他硬件方面 小米10 Pro 208g的重量 放在今天也不算多重 并且支持WiFi6 使用了LPDDR5 4500mAh的电池 X轴线性马达 非常出色的双升器 这些放到现在也都不过是 略显遗憾的是作为一款定位高端的旗舰 小米10 Pro并没有支持IP68 不过 想想当年4999的起售价 和今年的小米12 Pro 它也没有IP68 似乎也就没有那么难受了 另外就是快充发展到现在 50W有线加30W无线 可能看起来会有些不足 不过有一个好消息 我把它作为主力机 试了一下续航 插卡连接WiFi 我平时完全不玩游戏 日常主要就是使用微信 微博和B站 按照我的熊习惯 在亮屏6个小时15分钟之后 剩余电量还剩21% 说实话我是比较惊讶的 毕竟过了这么久 电池肯定也是有一些损耗的 这个成绩稍明显比小米12 Pro更好 在如今基本都只有4个半小时 左右亮屏事件的安卓阵营里 也属于非常强悍了 这个续航优势 甚至是可以抵消一些快充方面的不足 当然了 这个续航成绩一方面是因为 几块1080T 90Hz的屏幕 相比于今年比较普遍的2K加120Hz 肯定耗电是没有那么高的 另一方面就是这颗不可忽略 功耗要更低的骁龙865 我觉得这也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地方 高通在SoC上连续拉跨两年 骁龙888和8G1的中低负载功耗控制点不好 顶着火龙的称号 让各家厂商都不得不去猛堆散热 调整温控策略 那小米10 Pro上这颗骁龙865芯片 除在续航上表现不错 在游戏的实际表现如何呢 我们还是测了三款游戏 室温26度开启性能模式 网九人绕90帧半小时下来 平均帧率89.3 耗电19% 机身最高温度39.3度 这个表现真的是非常的稳 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条直线的 最关键的是这个温度是真的低 拿在手里顶多也是感觉到温热 而且还有一点很有趣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小米12 Pro如果是用出厂默认的均衡模式 玩网总要是锁针的 哪怕你开了120帧 系统也会锁到90帧 并且还没有办法稳定在90帧 时不时的会掉到60 但小米10 Pro如果开均衡模式 却可以一直稳定在90 平均帧率比小米12 Pro都要高 大家请把865YYDS打在公屏上 合并90帧半小时下来 平均帧率83.3帧 机身最高温度40.1度 相比网总要 这个成绩确实就比较一般了 不过游戏体感还是不错的 而且温度依然控制的很好 在负载比较高的原神这里 按照我们的测试标准 半小时下来 平均帧率48.5帧 耗电26% 机身最高温度在边框处达到了48度 在前10分钟打怪的时间里 小米10 Pro的表现非常的稳定 基本没有什么很大的帧率波动 但是到了跑出阶段 波动就比较明显了 这个游戏表现 各位觉得如何呢 说实话 这个成绩甚至比今年发布的 某些旗舰技还要好 原神的平均帧率 比前段时间我们测过的 1加10 Pro都要更高 能够感觉到 865在面对这些手游时 性能还是能跟上的 发热表现也确实不错 像王者荣耀和冰英这种中低附载的游戏 温度也就40度左右 也没有出现锁帧的情况 并且在面对原神这种高附载游戏的时候 小米对865的温度表现也很自信 即使是到了48度 也没有出现锁帧的情况 小米在这颗芯片上的温控策略 明显要大胆很多 反观今年骁龙8今晚的机器 除了少数厂商愿意撒话的跑之外 基本都有一套很严格的温控策略 一旦达到某个温度值以后 就会直接锁帧 能够明显感觉到 自从骁龙888这个火龙以后 各家对于性能的释放都很克制了 宁愿在画质和帧率上做妥协 也不愿意在用户感知最强的温度上放开 骁龙再拉胯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这多少也是下游厂商的无奈吧 说完了硬件 我们来聊聊MIUI 小米10 Pro出厂预装的是基于安卓10的MIUI11 那个时候MIUI的口碑还没有崩塌 毫无疑问是安卓的第一阵营 我手上这台小米10 Pro 目前已经升级到了最新的MIUI12.5增强版 底层也升级到了安卓11 虽然小米10 Pro也是在MIUI13的第一批开发版内侧 和公测升级名单里的 但是为了更符合大部分人的使用环境 我们就不升级到最新的MIUI13开发版了 已经升级的朋友们 可以在评论期会弹幕分享一下升级以后的感受 给大家做个参考 MIUI12.5增强版的表现 我觉得在bug方面我确实基本上没有遇到 经过了这么多版本的迭代更新以后 已经比MIUI12刚出厂那会儿确实是要好很多了 但是还是和我之前填小米12 Pro上MIUI13的感觉一样 就是它不够流畅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明白这种感觉 进负一屏的时候还是老会卡一下 然后在一些动画上会出现掉针的情况 就你说这要是什么大的问题吧 它确实不怎么影响日常使用 但你要说无关紧要吧 这个东西确实会让人很劳心 只能说期待后续的系统更新能有所改善吧 总的来说我觉得小米10 Pro发布在一个特别合适的时间点 5G刚开始普及 小龙865并没有翻车 加上小米10 Pro用上了当时最新的技术 WiFi6和LPDDR5都开始走入人们的视线 并且X轴线性马达非常优秀的双声器 这些比较影响用户体验的东西也都有 甚至连挖桶屏也是在那一年开始成为主流的 它的设计即便放在现在也不会觉得过时 小龙865的性能也足够撑起小米10 Pro日常的使用 甚至在游戏表现上有着出乎意料的好成绩 并且小米对于老机型的系统维护 在非LS阵营中也算是数一数二的 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是完全不用担心后续的系统中心的 MIUI14也应该会继续到小米10 Pro 并且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承担之后 小米10 Pro的系统优化以及第三方软件的适配 都已经趋向于稳定 这些因素都让小米10 Pro拥有了一个很长的生命周期 非常具有成为下一代定字户的潜力 不知道看视频的各位 有没有正在手持小米10 Pro的用户 大家觉得这款产品还能再占几年呢 视频的最后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 小米的高端之路走到现在 成功了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前面小米10 Pro的表现中看出来 小米在一开始进入高端市场时 最明显的策略就一个字 稳 它给的你几乎可以说是最均衡最全面的配置 是一款当之无愧的水桶机 你几乎看不到什么特别明显让人一票否结的短板 不过随着高端之路这三代产品下来 也暴露出了小米在高端路上最大的阻碍之一 就是几乎没有很高的技术壁垒 小米12系列才刚上市不久 它的口碑依然还是要时间去验证 但骁龙八斤万的表现相信大家都一定有答案 和搭载骁龙888的小米11系列一样 骁龙这两年在高端之路上带给小米的影响可以说都是负面的 小米就像是在拆盲盒一样从高通手里接下来芯片 不管开出来的是什么都得硬着头皮往上用 而且还要争取拿下首发 调教的时间相对来说也就更短了 所以一旦高通这样的上游生产商出现问题 小米这样的下游厂商能做的事情就变得非常有限 小米在这上面没有做错什么 它依然给了你当时最顶级的配置 但像SoC这样核心并且非常影响口碑的部件 不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对于小米的高端之路来说绝对是绊脚石 看到这儿各位米粉朋友们不要激动 这个情况也不是小米一家的尴尬 而是困扰整个行业的大问题 不过好在我们现在能够看到 小米开始在芯片上有所投入 并且加大了研发 也推出了自己的充电芯片 但这条路实在是太长 我个人认为小米现在最突出的壁垒 依旧是MIUI 这个拥有庞大用户基础的老牌定制UI 也是很多人选择留在小米的原因 但同样的问题在于 MIUI12在口碑上几乎可以说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 甚至开始成了高端路上的阻碍 以至于刷出MIUI的bug都成了流量密码 小米10 Pro的成功 除了本身的设计 以及骁龙865的口碑之外 初期搭载MIUI11的稳定表现也是其中之一 而小米11系列的不尽如人意 除了骁龙888和设计之外 MIUI12初期的各种bug也可以说是拖了后腿 所以我之前就特别好奇 今年MIUI13的表现到底如何 从目前来看 MIUI13的bug在我个人的使用时间里是明显减少了的 但流畅度方面我觉得还不够优秀 这其实已经给初期的口碑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当然了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那我希望小米能够在后续时间抓紧优化 不要让本该教的MIUI又成为短板 另一个比较大的阻碍就是大众对于小米的认知 这一方面最明显的体现之一就是溢价能力 虽然这听起来有点像是智商税 但是对于一款高端产品来说 溢价能力绝对是不可或缺的 而小米在这方面明显是不自信的 就拿小米10 Pro来说 小米在当时的定价策略虽然的确冲击了5000元档位 但那一年因为5G的出现 手机的售价集体抬高 让其售价4999的小米10 Pro 在同配置的一众机型中成了守门员 一款定位高端的旗舰却在高端市场成了性价比之选 那该哭还是该笑呢 小米现在在高端市场的处境其实非常尴尬 不可否认的是 小米目前已经摆脱了1999这个根深蒂固的印象 在售价上的确有了很大的提升 但却依然没有摆脱性价比这个词 我并不是说这样不好 只是如果拿不掉这个词 小米在这条高端之路上能够走多远 就几乎是可以预见的 另一个不自信的体现在于小米的宣发 无论是今年直接喊出了对标苹果的口号 还是之前小米宣布进入高端市场 小米不断去强调高端这两个字 似乎希望通过这样的口号 来消除过去大众对于小米这两个字的故有人知 这种宣发手段一方面能够感受到 小米他希望破圈 让更多人接受小米这个品牌 在另一方面又感觉小米 还不想完全抛弃之前的性价比优势 和偏向极客的帽子 在两波不太重合的消费群体中不停地摇摆 会给我一种比较分裂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 我还是希望小米能从自身处罚 不断去提升自己的硬实力和品牌调性 在设计质感稳定性方面 让品牌足够优秀 让高端成为寂静事实而不是口号 喧嚣过后 小米10 Pro确实是一款很优秀的产品 这应该也会是小米近几代机型里 一个比较偏钉字户的产品 我不会去否认小米进军高端的想法 但对于现在的小米来说 依然道足且长 如何积累技术壁垒 提升品牌议价 改变宣发节奏 甚至是销售渠道 很多棘手的问题 还需要小米去解决 视频的最后 让我们祝小米好运吧 OK 那本期视频的详细就是这么多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还做得不错 请点赞评论 如果可以的话 点赞关注 大家的支持就是我前面的动力 我是HK 我们下期视频见祝个好运 拜拜